好 各位先進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很感謝立文老師的邀請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 閻錫山故居的相關活動 這次奉命要報告的是 抗日時期的閻錫山與進軍 這個題目剛好就是銜接 我們剛剛蘇聖雄老師的後續 所以我就審了很多的背景介紹 因為蘇老師已經把閻錫山跟進軍、進衰軍 整個的來龍去脈 已經跟各位做了很好的一個說明 所以我就接著蘇老師的後面 來跟各位談一下 在抗戰這個階段 閻錫山以及進衰軍他的一個處境 跟他的一個發展 這個我的題目就是抗日期間的這個 閻錫山與進軍 或者是進衰軍都可以 下一張是 這個 下面下面下面 箭頭按 箭頭按 箭頭上 OK 這個我的報告大綱很簡單 我就不像蘇老師做了這麼多的這個PPT 我大概整個報告分四個這個點 來跟各位做進一步說明 那第一點就是當這個抗戰爆發以後 閻錫山到南京參加了這個國防會議 那等於說是共赴國難 然後來他就擔任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 這個在整個抗戰八年期間 閻錫山一直是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 所以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談一談在這個抗戰期中 進軍或者是進衰軍 他的一個作戰的表現 那當然這個與中共的這個分隔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因為閻錫山在這個抗戰前夕 其實跟中共就開始了這個合作的關係 那這個合作關係在抗戰爆發以後 到達了一個一個頂點 但後來因為這個新軍的這個問題 那雙方爆發的這個衝突 最後演成決裂 那也因為對中共的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決裂 使得閻錫山必須要去思考 他在當時的處境下怎麼樣去保禁 怎麼樣去安民 所以後來有一個在我們學界 還蠻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閻錫山跟日軍的一個這個接觸 那當然他的一個是 抱歉我這個是共同防共 不是防日 這個不好意思這個PPT這樣上面的字可能錯了 好那我先跟各位 這個進行第一部分的一個說明 那當抗戰這個就是1937年的7月 盧口小事變爆發以後 這個國民政府當時這個對於日本 到底是要像之前 是以現地局部的這個衝突來做協商 做調處呢 還是要進行全面的一個抗戰 其實在國府的內部是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大概到了7月下旬 這個就是說大家的那個抗敵的意志 大概就慢慢慢慢這個有了非常高的一個共識了 所以為了要凝聚中央跟地方這些治理者 統治者的這個彼此的這個對日的看法 所以蔣中正他當時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 就在8月初準備召開一個重要的國防會議 商討對日本的核與戰 這個會議在整個抗戰的發展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他不僅是邀集了這個 這個中央政府裡面相關的這些 這個部會跟軍事的負責人 那更重要的是各位應該知道就是說 中國在這個北伐以後 剛剛這個盛雄老師提到北伐以後 這個國民黨看是統一了全國 但是事實上還有非常多的這個地方勢力 呈現著這種半獨立的狀態 包含延期三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了要團結這個國人 那共赴國難 所以蔣中正就在1937年的8月 就邀集了這個各個重要省份的這個軍事首長 那到南京大家共同開會 共同協商對日本的這個核戰問題 所以那時候 延期三就決定 他雖然當時身體不是太好 但他決定在大抵當前 他決定這個到南京 參與這一場國防會議 要共赴國難 那也因此 延期三在8月2號 就是民國26年1937年的8月2號 從這個太原飛南京 那在南京待了將近一個禮拜 他是8月8號這個離開南京回太原 那這個國防會議是在8月7號召開 所以我們一般稱之為這個87會議 那這個會議 就是說各個重要的這個軍人 幾乎都到了 包含這個中央各部會 跟這個軍事委員會的這些長官 那蔣介石主持 那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的這些軍人 也都來了 比如說這個延期三 比如說四川的這個省長 他省主席劉湘 那我自己這個過去一直研究的雲南 雲南的省主席龍雲也來了 但是他稍微晚一點 他沒有這個來得及參加那個會議 但是他隨後也到了 這個南邦各省的這些代表也都去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87會議 這個就是說這個國防會議 最後大家共同決議 就是要跟日本進行這個作戰 進行作戰 所以這個抗戰的全面戰爭的一個爆發 固然是到了這個813 就是上海這個送戶會戰 但是這個決議的這個做出來這個決議 其實是在這一次的國防會議 那延期三對於這個共富國難 他有非常清楚的認識 因為當羅臥小事變爆發以後 他就覺得這個3C應該要動員 那也因此 當他到了南京出席這個國防會議 他就提出來跟日本的這樣子的一個對抗 這個戰爭必須要以這個持久戰 全面戰 那他也這個很清楚表達 這個日本最重要的這個軍事的力量 其實是有就是飛機 大炮 坦克 所以未來這個國軍在跟日軍對抗的時候 作戰的時候 如何克服這個日軍這個飛機大炮 跟坦克的這樣子的一個優勢 這個是國軍必須要面對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延期三對於這個抗戰 其實他有很清楚的一個認知 他知道這個不是一個短時間能夠解決的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必須要全國全民族 對日本做持久戰 全面戰 那也因此當時在這個國防會議決議以後 那中央也決定 因應這個全面戰爭的一個發展 決定要開始編組所謂的戰區 這個戰區指的就是跟日軍直接作戰的這個接敵區 各位知道中國是一個版圖廣大的這個國家 所以當日軍在這個華北 後來在這個上海這個爆發這個戰爭的時候 這個國軍在對抗這個日軍的時候 你必須要因地置疑 所以軍事委員會就決定要劃分戰區 那當時由這個蔣介石拍板定案 劃分第一到第五戰區 那這個戰區的這個最高的長官 叫司令長官 司令長官 那山西就被化為第二戰區 那戰區的司令長官 就由這個延禧山來出任 所以在整個抗戰八年期間 延禧山一直擔任第二戰區的司令長官 這個是抗戰這個階段 延禧山的一個重要的職位 那當然這個出長的這個第二戰區 我們接著下來就要談一下這個禁軍 禁衰軍在抗戰這個階段的一個作戰表現 第二戰區它的主要的這個範圍是在山西 剛剛聖雄老師的幾張圖片 我覺得都很好 因為很清楚這個標誌出了這個山西 在華北的一個地理區位 那山西的這個右近 它的右邊是太行山 那翻過太行山就到了河北 到了河北 那各位知道這個抗戰是從河北開始打的 這個魯郭橋事變 所以河北很快就成為 這個中日兩軍交鋒的一個這個主要的戰場 那也因此這個第二戰區成立以後 延期三這個考慮到一戰區跟二戰區的這個地理區位 他認為日軍很可能會依靠什麼呢 依靠著剛剛提到的一條鐵路 叫這個本來叫金衰鐵路 後來這個北京改名為這個 國民軍攻克北京以後把它改為北平 所以金衰鐵路後來就改名為平衰鐵路 所以他認為日軍很可能會沿著這條鐵路 那向這個雖元 然後再從雖元這個往南 直接這個入侵山西 所以在這個開戰的初期 他整個的這個防禦攻勢的這個部署 這個作戰的部署其實是集中在山西的北部 就是所謂的近北 那當時延期三的這個第二戰區 他自己的軍隊就是近衰軍 他大概統俠有這個八個軍 這八個軍這個編成為兩個集團軍 剛剛盛雄老師提到了這個軍隊的編制 在抗戰這個階段 軍隊的編制最大最大的就是集團軍 集團軍下面可以狹兩到五六個軍 那他的這個人數可以從這個四五萬到十幾萬 那這個近衰軍他這兩個集團軍 分別是第六集團軍跟第七集團軍 第六集團軍是由這個延期三自己來統領 那俠兩個軍跟若干的這個獨立師 那第七集團軍這個集團軍的總司令 就是剛剛這個一再提到的這個副作義 所以副作義他的升遷是非常快的 到了抗戰爆發以後 他已經出任這個第七集團軍的這個總司令 算得上是在這個近衰軍裡面的這個第二號人物了 就是僅次於這個延期三 那更重要的是 副作義的這個第七集團軍 他俠五個軍 所以他的軍力非常的龐大 這個也成為抗戰時期 近衰軍這個作戰的一個主力 那尤其重要的是 剛剛聖雄老師也提到了 副作義的部隊 他的這個祭兵 這個非常的這個蕭勇 而且他的運動力非常的快速 所以這個從北伐 一直到後來的國共內戰 副作義的祭兵是他的一支這個長勝軍 那這個對於這個近衰軍的發展 這個祭兵所扮演的這個角色 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這個 除了這些部隊之外 這個中共在抗戰以後 這個接受國軍軍事委員會的改編 那他的番號先是改編為這個 國民革命軍第八陸軍 後來改為第十八集團軍 那這個華北的共軍 他就編入到這個第二戰區的這個作戰序列 那共軍的這個總司令 朱德這個也擔任第二戰區的副司令長官 所以剛剛立文老師提到 這個 袁錫山曾經說 抗戰他是在三個雞蛋上面跳舞 在日本中共跟這個國府 這三個雞蛋裡面上面跳舞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樣子 他既要面對日本的入侵 他同時內部還有這個中共的問題 那他又不是這個中央的敵系 他是一個地方的這個軍系 所以他要同時面對這三個 三個這個力量的一個挑戰 所以他如何去適應 如何去生存 這是袁錫山很重要的一個考量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進軍 進随軍在這個抗戰這個階段 這個袁錫山是二戰區 所以後來中共的這個 第八陸軍 這個第十八九段軍 就編入到這個二戰區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這個第二戰區 袁錫山轄下 大概有9個軍的這個兵力 這9個軍差不多將近20萬人 20萬人 那在這個若干的戰役期間 中央這個軍事委員會 還會配屬一些部隊過去 像這個開戰初期 湯安博的部隊 這是中央軍的禁 那就曾經這個劃播到第二戰區 還有一些地方部隊 包含河南的一些部隊 都曾經劃到第二戰區 但是總的來講 袁錫山的這個作戰的這個骨幹 當然還是他自己的進随軍 那只是說進随軍的這個作戰表現 我們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來談 一個是開戰的這個初期 大體上就是從1937年的8月 到1937年的年底 就是開戰的這個前半年 那開戰的前半年 這個日軍在這個進攻這個河北的同時 他們也開闢了這個三系戰場 三系戰場 所以這個袁錫山的這個進随軍 跟這個日軍在開戰的這個初期 在近北進行了多次的這個戰鬥 包含了南口 包含了這個大同會戰 包含了這個內長城的這個防衛戰 以及很重要的西口會戰 那當然還有人說這個娘子官 那娘子官跟西口應該是同一個這個作戰 那綜合來講 這個進軍的作戰表現 其實還相當的不錯 這跟袁錫山的一個這個練兵治軍 是有密切的關聯的 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在軍閥時期 或者是在後來國民黨的這個地方派系 軍隊絕對是這些地方軍人 這個一個重要的資產 重要的資產 所以這個各地軍人 對於他的軍隊的一個這個邊鏈 對軍界的投資 其實這個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資產 所以這個進水軍的這個作戰 跟他這樣子的一個訓練 其實是有密切的關聯的 那進軍的一個長處就是 他的兵員的素質 在當時中國的軍隊裡面 算是相當高的 那為什麼 因為剛剛聖雄老師也提到了 這個袁錫山其實對於這個內政 這個他非常的這個注意 袁錫山在這個民國時期 這個民國時期在大陸只有38年 他統治了37年 所以人稱山西瓦 各位要知道 一個軍人能夠統治一個省長達37年 他肯定有本事 那什麼本事 除了他的軍隊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他在內政的治理上面 他是非常出色的 非常出色的 剛剛聖雄老師已經做了很多的說明 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他對於教育的重視 那這個各位都知道 台灣後來的發展 其實跟我們延長國民義務教育 是有密切的關聯的 這個是人員素質的一個提升 那在大陸時期 這個內憂外患 兵荒馬亂 所以很難施行所謂的義務教育 但是在若干的地方 譬如說像山西 他就曾經這個實行了這個義務教育 所以山西的兒童學童到了這個學齡 他是要被強迫入學 然後接受所謂的義務教育 那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任何一個重視教育的這個首長 他一定是一個好的首長 然後為什麼 因為教育是看不到這個樹效的 我們常講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教育的這個這個 他的一個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能夠這個展現他的成效 是需要時間的 這個優良其實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所以進軍的這個本質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在當日中國的軍隊當中 應該是數一數二 那再加上我們剛提到的這個 進水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利器 就是他的祭兵 譬如說在南口會戰的時候 這個副作業的祭兵就表現得非常的出色 那再加上剛剛聖雄老師也提到了 進軍的將領基本上 都是這個專業的軍校畢業的 那有比較長期的一個這個 這個軍事的這個訓練 跟作戰的一個這個經驗 所以在面對這個日軍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的表現 基本上是還是可以的 那在這個 譬如說在這個內長城的這個 這個戰役裡面 閻錫山這個親自都市 他離開這個太原 就到了這個近北 在近北待了一個月 實際這個都政指揮作戰 所以進軍的這個作戰的這個 這個士氣 基本上表現的還蠻好的 再加上有一些中央軍 這個來增援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 湯恩伯的部隊 湯恩的部隊是當時中國相當精銳的部隊 所以這個近水軍跟中央軍的一個協同作戰 這個跟日本的這個這個作戰 其實我個人覺得打得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不過這個後來這個進北的這一些要地 最後就是經過了艱苦的作戰以後 最後就是紛紛的這個失守 那這是為什麼 那我想有兩個因素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個因素就是整體這個 國軍跟日軍的這個作戰的這個戰力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落差 這也是在這個開戰前後 這個譬如說胡適 各位都知道胡適是當時北京大學的這個大教授 胡適就一直主張這個盡可能跟日本這個維持和平 爭取這個國家建設的這個時間 那為什麼 因為胡適看到了 當日在這個長城抗戰的時候 中國的軍隊是用步槍用大刀 那對抗什麼呢 對抗日本的飛機 坦克 大炮 所以剛剛袁錫山講的非常的清楚 日本這個軍隊的三大力氣 飛機 大炮 坦克 這大家都看得到 那這個飛機 大炮 坦克的背後 其實是什麼 是工業 所以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 它的工業發展 使得它能夠產自這些這個作戰的利器 而中國呢 中國其實這些東西都需要外購 所以這就是兩國國力的一個這個懸殊 所以我們只要舉這個案例 各位就可以知道 國軍其實是用人力來對抗 這個優勢的這個日軍 這以人海填燈火海 這個不是只有在這個朝鮮戰場 其實在抗戰很多地方的這個作戰 國軍都是用大量的這個傷亡 來彌補它在火力上面的一個不足 這個上海是這個樣子 其實山西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其次我們必須要這個要承認 日軍某些降臨的作戰表現 其實也相當的好 這個不是掌他人置氣 滅自己威風 怎麼說呢 我們跟各位舉一個案例 這個剛剛聖雄老師提到了 這個閻錫山是這個留學日本 這個陸軍士官學校 中國學生隊第六期 這一期中國學生非常之多 能人輩出 包含我自己過去研究的唐紀瑤 雲南的這個唐紀瑤 江西的李烈君 這個直系的後期之秀 孫床芳 他們都是這一期的學生 所以這一期其實能人輩出 其實他們的日本同學也很精彩 譬如說這個當時在華北 一個非常重要的日軍的降臨 就是這個當時在華北的作戰 那對於這個近北 就是山西北部的這些戰鬥 後來他也過來這個負責 那在這個大同這個保衛戰 大同古時候叫雲州 他是整個這個山西北部的 一個軍事重鎮 這個雲州各位可能聽過 宋朝這個古代十國的時候 這個古代這個石敬堂 不是把所謂的燕雲十六州 讓給了 割給了這個契丹嗎 這個雲 燕雲那個雲 雲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大同 那個是整個近北的一個戰略要點 戰略要點 而且是大同很漂亮的 他為什麼叫雲州 我去過大同 我後來才知道他有什麼叫雲州 大同的雲特別的好 特別的好 所以雲很漂亮的 在配合他的那個形式 所以這個叫雲州好像 真的有一點道理 我不曉得這個是當地人說的 這個就是 就請各位參考了 好 那大同這個會戰 炎錫山本來是勢在必得 因為他經營這個地方很久了 我們說這個炎錫山從民國元年 就是1912年一直主政三溪 所以他在這個三溪的這個 防衛這一塊上面 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他覺得他可以在這個大同這個地方 抗拒日軍的這個進攻 可是沒有想到大同的這個作戰 很壞的中國軍隊就失敗 日軍就進來了 那日軍為什麼能夠進來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日軍走了一條公路 這條公路是出乎 中國方面的意料之外 因為他們沒有想到 日軍會走這條路 這條路其實是比較隱秘的路 那這個對於大軍的這個運動 其實不是那麼的合適 所以當初他們的想法就是 日軍可能會走這個鐵路過來 那後來燕溪山才赫然發現 在抗戰的前一年 就是民國25年1936年 板原曾斯郎曾經受邀到山西來訪問 那板原拒絕了 婉拒了 這個燕溪山 就是說來坐飛機或者是坐鐵路 的這樣子的一個邀請 那他這個堅持他要怎麼樣呢 他要走這條公路 就是坐著開著車 就直接走這條公路過來 從這個河北到山西 那燕溪山後來才赫然發現 其實板原曾斯郎 早就有這樣子的一個預謀了 他在這個幾十天的一個 十幾天的這樣子的一個路程裡面 他已經考察了這一條公路 所以對於日後日軍的這個 利用這條公路的這個進兵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這個各位 因為我們很多的這個戲劇 抗日神劇都把日本給醜化了 這當然是有一種心態了 因為日本太壞了 所以這個呈現這樣子的一個 但其實這個根據何寅清 他們這一些留日學生的說法 他們說日軍作戰 他們的將領都是按照教科書來打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日本的軍人對於這個作戰 是完全按照他們在這個軍校裡面 所學的這一些戰術戰略 所以他們的表現其實是中規中矩的 像板原這些這個比較傑觸的將領 他可能表現的會更好 所以在開戰初期 這個國軍所面對的日軍 也都是日軍的精銳 所以雙方是精銳進出 所以在這一塊上面 我個人覺得 這個國軍付出了慘重的犧牲 只能這個抵擋這個日軍 這個一段時間 基本上已經是相當難得的 那當然最後一個是太原的保衛戰 太原是山西的首府 燕西山在這邊經營的非常之久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當你花整個進北失守以後 太原其實就是一個孤城 再加上日軍從這個正太路 有另外一支部隊過來 正太路剛剛這個聖雄老師的 這個PPT裡面有一張照片 他是從這個側面過來 所以就是說兩邊夾子 從北邊南下從這個側面過來 所以最後這個保衛戰 大概就是不到一個禮拜 也就撤兵了 所以從此之後 這個禁軍就被壓迫 壓迫退向這個近東南跟近西南 所以燕西山的這個力量 在抗戰這個階段 受到了很大的一個壓迫 所以我們這麼說好了 這個禁軍在整個民國時期 這個他有成長期 有開創期 到了抗戰的這個階段 受到了日軍的這個壓迫 其實他是比較萎縮的 那更嚴重的是什麼呢 更嚴重是跟中共的一個決裂 這個使得這個禁軍元氣大傷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談的是 這個閻錫山跟中共的分合 閻錫山其實在流日的時候 受到當時日本這個社會主義 瀰漫的一個影響 他其實對於社會主義 也有很深的這個興趣 所以後來他對於日本的這個 這個春制運動 他認為這個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說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或者是社區創生 其實這個概念是日本來的 這個日本一直很重視 他最基層的這個村 或者是社區 今天講社區 所以燕西山覺得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是農業國家 農業國家裡面 他最小的單位就是村 所以只要把村 每個村弄好的話 這個國家就有希望 所以後來 閻錫山回到這個3C以後 非常強調這個對村的這個治理 所以在這塊上面 這是閻錫山 他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思想 也因此他其實 對於中共的一些優秀的年輕人 他其實蠻欣賞的 只是說之前 因為絞共的關係 可是等到西安事變前後 國共關係和緩以後 那也因為他們發展的太快了 所以不斷的有一些這個消息 就報導了閻錫山這邊 閻錫山也覺得這個有點大權旁弱了 尤其是這個新軍 所以後來他就決定要把新軍的這個指揮權收回來 那當然這麼一來的話 中共的這些當然就不幹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跟這個 這個閻錫山決裂 我們這邊講的是這個新軍的叛變 閻錫山講新軍叛變 那共產黨那邊講說就是新軍的起義 那不管怎麼講就是開戰初期 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第二戰區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他確實是國共合作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勢 隨著新軍的這個叛變 也就結束了 那閻錫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 非常大的打擊 因為這個共軍 就是說中共的這些 他拉走了這個相當多的這個部隊 而且都是骨幹部隊 所以這也給了閻錫山很大的一個教訓 那從此之後 閻錫山強烈反共 所以閻錫山的反共 他是有這種歷史的血淚 歷史的血淚 所以各位知道這個後來 閻錫山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山西是一直打到最後 整個華北所有的城市都淪陷 山西是守到最後 那最後閻錫山到了南京 跟著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就這個一路擔任行政院長遷到台灣 所以他為什麼一個地方軍人 居然後來是這個完全融入到中央 我個人覺得跟他的這個反共的一個意志 是有密切的關聯 那也因為反共 所以這個他後來 就是剛剛講的 他在三個雞蛋上面跳舞 所以他必須要好好的去應對 所以後來有一個重要的課題 就是閻錫山跟日本 就在共同反共的一個前提之下 開始進行了接觸 甚至簽了一些協議 那在這些協議裡面 閻錫山要求日本 補助他30萬軍隊的這個軍械 跟這個良想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禁錫軍 這個在抗戰跟中共的這個決裂的時候 元氣大傷 所以他希望透過跟日軍的一個這個合議 能夠爭取這個養兵的這個經費 那同一時間重慶也知道了 那重慶為了要把閻錫山再拉回來 也給了閻錫山一些支援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閻錫山在這個多方勢力之下 他的應對其實是挺好的 那他的這個跟日軍的這個誘核的行動 一般這個說法都說 這個是一個權宜之計 那因為最終這個他們也沒有達成 甚至閻錫山的軍隊還跟日軍在開火 所以這個一般我們認為 在這個閻錫山的這個作戰的這個 抗戰這個階段 跟日本的這個議和 其實是讓閻錫山有了更多的回旋的空間 那這也可以看到是一個地方軍人 在這個抗日之餘 他本身又遇到了中共的這樣子的一個 嚴酷的這個挑戰 然後他又不是中央的這個嫡系 他如何在這個多方勢力之下來這個因應 這是我個人覺得是相當精彩的 不管怎麼講 我個人覺得這個閻錫山最終還是守住了民族大義 他並沒有跟日本真正的談合 也不像這個其他的這些人 就直接倒向了這個日本 那在這方面我對他還是這個比較肯定的 那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楊維珍楊教授 楊老師的報告啊 用一張POPO一致的一個大綱 但是娓娓道來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是對所有的情況都加以分析啊 那剛剛我們提到說 閻錫山對日本對中共有很多的做法 國民政府都知道 但是也都用一種很寬和的處理的方式啊 我想這個多多少少有一點降在外軍命有所不受啊 這個當時對於地方軍人其實是沒有辦法給做太多的控制 但是下面我們請到胡資戰要來講的胡宗滿胡將軍就不一樣 他是黃埔的DC是真正的國民政府的軍隊 從頭到尾他以這個手法手計 然後在整個的不管是抗日的時期 在繳供的時期 在最後的千台前的西南西北的掌握 他都是一個絕對絕對對忠於政府忠於中央忠於他自己的職守 這樣的一個部隊 那我們今天請到胡維珍胡資政 他是胡宗男先生的哲似 然後我曾經聽過他好幾次談談胡宗男將軍 其實我到現在百聽不厭 因為他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和親身的經歷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大概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胡資政 好 別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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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你回了 我管了 胡資政 現在可以聽得到了 可以可以 您可以先開始 好 這個各位在線上的朋友 我今天非常的高興 能夠跟大家分享有關的 我所知道的我父親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麼我也謝謝陳立文教授 邀請我來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把這個資料能夠做一些整理 實際上是內容非常的豐富的 那麼也需要做研究 可以做很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今天只能夠做一個簡介 給大家很簡單的一個簡介 那麼剛才說老實話 我聽了這兩場 我聽得津津有味 正好是我的那個 道告的這個背景 就當跟大家就是等於是說明了 所以現在呢 我就跟大家這個再進一步的 把這個報告的內容跟大家談一談 那麼看看怎麼樣的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做個說明 OK 看看這個怎麼樣把這個賺進去 我父親呢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他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 那麼當初你也知道差不多等於是100年前了 那時候國家是非常 整個中華民國是非常適案成立了 但是內憂萬壞 尤其是這個軍閥 這個各地的這個割據 使得老百姓名不了身 就是因為民不聊生的緣故 所以呢 黃埔軍校一成立了 很多這個愛國的年輕人就跑去參加 那跑去參加 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他原來是老師 他就這個進了這個黃埔軍校 就是黃埔軍校呢 那麼這個在黃埔軍校畢業以後呢 他就立刻是東征北伐 你那個不是PPT嗎 是PPT 東征北伐 那個平亂 這個攪供抗戰 到寶臺 無意不予 他在黃埔一期裡面 無意不予 一直到台灣來 他繼續的在作戰 所以各方面 他的這個一輩子就在作戰 他的這個年齡 他是1896年生的 因為他結婚很晚 所以我今天 他今天如果還建在128歲了 所以因為結婚很晚 所以我現在才能夠 這個跟大家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樣到 好 那我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把這個能夠 因為你用了PDF的 是PDF 對 他只能夠用POPP 你沒有辦法用PDF 哦 只能用POPP 對對對 哦 好 我來問一下 那個明廷 你們那邊螢幕上看得到 這個PDF檔嗎 線上的朋友們或者看得到 沒有 沒有辦法看到嗎 哇 那 那就可惜了 我得回去拿 嗯 你去拿 你去拿 拿我的那個 這個有辦法轉嗎 PDF檔有沒有辦法轉回 POPP 轉成POWER POINT行不行 就不容易了 PDF轉POWER POINT 轉回 因為它是POWER POINT 我忘了這個帶好像是沒有帶 帶資格 那你就用這裡 你用這裡的 抱歉啊 這個臨時在這個 有一點小小的這個 這個需要把它再調整 我沒有關係 這個我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父親這個在這個作戰幾十年了 那麼他的部隊呢 因為他這個人比較特別 我父親他這個作風啊 他是非常的勇敢 這個在開始作戰的時候 都是身先士卒 然後他又愛士兵 愛的這個很愛士兵 所以士兵都願意為他笑死 因此他經常是從這個東征北伐開始 他就是這個北伐軍的主力 換句話說這個軍閥部隊哪些是最強的 我父親的部隊就被調 做這個打攻堅的部隊 這個所以呢 但是他又打勝仗 總是打勝仗 因此蔣中正總司令 就後來就對他非常的器重 越來越信任他 越來越信任他 就把更多的權力交給他 因此他就成為了這個他所帶的部隊 就成為了這個國民革命軍裡面的一個代表部隊 國民革命軍裡面最最這個代表 一開始在東征北伐的時候 是叫做第一團第二團 後來這個團才變成了變成第一師 那我父親的就做這個第一師的師長之一 他前面的有好些位都是從何應徑開始起 都是他的老師輩的 那學生輩呢 黃埔一騎學生輩就交給他 就交給他 那麼然後呢就賦予他更大的責任 因為他總是打勝仗 所以在這個到了這個抗戰之前呢 這個在部隊能夠到西北的這個之前呢 就是他的部隊就給他特別好的這個裝備 以及更好這個更多的這個人員 讓他能夠在這個作戰的時候 能夠更有實力 我們現在再試試看好不好 能不能再試試看 要不然我就跑回去看 我們把他拿來了 幸虧我做的住的比較近